以下是一則特別新聞報告 早前由四川動物園答應送出給香港作為回歸十周年禮物的兩隻熊貓 601以及606 今日提早到達了香港 他們的計劃原本是今個月26日才到達的 不過由於早前廣深鐵路的提速問題 所以他們今日提早到達了 但可惜海洋公園方面的地方送未準備好 所以暫時這兩個熊貓只可以留在土瓜環一個公園裡面暫時隔離 我們現在看看這兩個熊貓的狀況是怎樣 鏡頭左手邊的是606號熊貓 它是熊性 本身比較活潑 它的媽媽是零零和明明 而它本身是很喜歡交朋友的 現在另一隻就是601 它是癡性 但大家看它的樣子是非常之熊性的 它的媽媽暫時還未查得出是哪一個 而它本身是十分之喜歡吃東西 特別是草類的食物 你看一下這兩個熊貓相處得非常愉快和融洽 它們的性格亦是非常之合格的 也根據健康檢查 它們兩個健康非常正常 是十分之適合交配的 現在我們請了XXX 司長許氏仁先生出來跟我們說多少說話 歡迎這兩個熊貓先 我 今天 要代表特區政府 歡迎四邋動物園這兩位新的來賓 601 和606 這兩隻熊貓 將會長期留在香港 作為我們香港自己的紅貓 很快他們就會交配 然後他們會有自己的下一代 到時我們香港人就有自己繁殖的龍貓了 在這個時候我都要公佈 我們龍貓改名比賽最後三強的答案 在我說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上去我們XX講義那裡投票 第一個結果是 乖快和樂樂 第二個是妹妹和龜龜 而第三個 是即死對 以及即死對 三隻龍蛙 三個名字 我們會從網頁貼出來 大家可以由現在開始等到 7 月1號之前上去投票 升出的 就有四張快樂無罪 慶回歸的門票 這些門票 暫時呢 十分之搶手 大家看看 紅貓朋友 tool incubator either 你也覺得這樣呢 好 我我們今天的報導就在這裡 交回給你另一邊